同样也是医学方面相关的续习 我们都知道要找到能够配对成功的骨髓捐赠者 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这也是近几年来 希望之城音乐不断的推广 希望大家能够借由简单的DNA采样 成为骨髓的登记者 在未来也许可以救人 希望之城医院日前也曾经 为接受过移植手术的病患 举办了第40届的年度骨髓移植见面会 相当于庆祝病患重生的生日会 病患家属还有医院同仁共同参与盛举 病患以及远道而来的捐赠者终于相见 献上了感激之情 而捐赠者也因为助人而落下了感动的泪水 场面相当的温馨动人